从空中望下去 一大片土地上挤得满满都是人 天主教教宗方基各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 安塔纳纳利佛近郊 主持弥撒 大约一百万人到场 教宗也呼吁马达加斯加保护环境 避免过度森林砍伐带来危害 他表示 贪腐不仅与贫困有关 也跟盗猎和非法出口天然资源有关 希望大家共同守护地球 马达加斯加以动植物种多样化文明 也是全球数一数二赤贫的国家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 全国两千五百万人 有九成每天收入不到二美元 儿童营养不良现象普遍存在 英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 报一二指出 这里每年丧失 约二十万公顷的森林 恐怕多数热带雨林 会在2040年前消失 教宗这次访问 特别着重在环境保护这一块 也不是没有原因 大新闻理方编译 视频 我来到机场 7月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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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